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根TV 人类总要重复同样的错误 这么多年来出现了这么多灵团废 或者是极低团废的旅行团 例如那些什么澳门香港一日游 中复的人多不升数 但是现在这些团依然存在 而那些韭菜就身身不适 继续被这些不良旅行团当水雨那么湯 有一名大陆网民就上网分享了他参加这些旅行团的重复经验 他就说他朋友报了名一个98元的两日一夜旅行团 那两日一夜就会去中山珠海和澳门 那些朋友跟他说的时候就很开心 就觉得自己好像执到宝那样 那道友就跟他说两日一夜包食包住 不强制shopping 全程都是玩 还很开心地拉位网民去报名 其实你看过价钱都知是中伏啦 98元包食包住 你拿着98元来澳门 不要说住啦 我当你来到这里睡街 只吃M忌都不够你用啦 一开始中午 他们就在珠海某地下商场吃饭 那些伙食都OK 不过就不太新鲜 就怀疑是上一台剩下的二手饭 不过想想想想 别人才收你那98元团费就算了 大约下午两三点过关入到澳门 接待他们就是澳门当地的一名导游 听他说那位导游身材非常好 但是就没图 大哥没图怎么讨论啊 那声很温柔嘛 不过这也不是重点 他们第一站就去著名景点大三巴牌坊 但是导游只是限他们半个小时的活动时间 而且就叫他们不要在附近买手信 如果需要买手信 导游就会帮他们安排 半个小时走大三巴 不要说拍照 你慢慢塞上去都已经未必够时间了 经过这个极速大三巴游历旅程之后 他们就重新上回旅游巴 导游就开始跟他们介绍澳门当地的风土人情 澳门风土人情最令人提起兴趣的 除了是崔世安的普通话之外 就是何家的故事 导游就一步一步讲到何家如何法家自负 作为这些低团废旅行团的导游 怎会真的跟你讲了个故事就算了 导游就开始讲解某种首饰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看来他在何家法家史里面都加炎加醋了不少东西 如果不是 怎会有办法把这个故事拉进去改运的首饰上面 之后没多久 旅游巴就车了他们去一栋大厦楼下 那位网友就形容是类似香港重庆大厦的一只大厦 按他这么说应该就是北区那些了 进到大厦里面 一排排玻璃櫃面就陈列着各种金文首饰 和一些说不出名的世界名标 他们就好像逃房那些牛一车车的送进去准备给人家 先补充一下这些资料 这位网友就说到他们整个旅行团 几乎全部都是退了休的大叔大妈 甚至坐车时还唱一些革命红歌 搞到他以为自己是去那些什么爱国活动而不是去旅行 那说回店铺里面的情况吧 工作人员看到水鱼入闸闸 就立刻关门放狗 那道友就跟他们说 他们全部都要在这里留两个小时 每一个都不让走 其实大家都知道什么事 困得你在这里当然是买东西 那些人就愚蠢地以为自己不买东西 就可以平安无事留到他开番闸 人家困得你在这里怎么会那么容易让你走 过了一小时后 那道友看到全部都没有动作 气都免得跟你交 直接扯爛面和团友说 你们以为98元真的够你们两天一夜吗 98元连你们的车费成本都不够 你们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帮你们给 你们不买东西我哪有钱给你们吃饭给你们住 然后威胁他们如果没有人买东西 就多困他们一个小时 正常来说如果凶狠一点的人 就已经跟道友对骂甚至开拖 或者报警了 不过这帮退休大叔大妈 就可能怕自己真的没办法回去 所以就想着不来都来了 就开始买东西了 不过这位网友都挺硬颈的 他就决心完全不买 他也做了功课 知道澳门的禁烟条例很严格 他就说他要吃烟 如果不让他出去吃烟 他就在店里面吃 最后的道友就很不乐意地派一个工作人员 跟着他下去吃烟 谁知道吃完烟上去 自己的朋友就已经下了搭了 那个朋友就跟他说 已经用了三千多元 买了一堆叫彩金的首饰 这位网友都是意气子女 正常遇到这些情况 我就会打开淘宝给朋友看 跟他说你刚刚三千多元的东西 在淘宝三百元就买到了 不过很明显他对他朋友也很仁慈 所以就没有做到这个行为 之后那些团友买完东西 道友终于开了一队门给他们走 而个个就好像中了斯德哥尔摩靖后群一样 这样的情况也竟然跟道友说多谢 人家强制禁固你们买东西 你还跟他们说多谢 这些人真是不劝你劝谁啊 上车后的道友就说 有些人想买奶粉化妆袋手袋药油之类没有买到 不过就不要紧 因为他们下一站就是会去买这些东西 没错了 你以为买完就可以去景点吗 买完之后就车你去第二处买的 最后他们又被道友带了去另一间手信店 照样是落闸沙门放狗运他们一小时 那可能团友已经运到怕了 而且已经丧失了理性的思考能力 用紧有的条件去换取安全的范围 他朋友就用了千多元 买了一堆未听过的化妆品和面膜 那你以为买完两轮终于有饭吃了 sorry遇到这些极品韭菜怎么会那么容易放过他们呢 之后的道友就带了他们去一间便利店去买零食 根据他的形容就是几十人在一间百多尺左右的零食店 好像在抢春运火车飞那样 然后他朋友又用了五百多元 买了一些声称在泰国出品的榴莲糖 韩国出品的纸菜 越南出品的芒果干 澳门出品的猪肉泡 这位网友的朋友也真的是一个极品 介不介意介绍给我吃 我有一批牛肉很便宜 买完一大轮在七点多八点 终于车他们到银河吃晚饭了 不知道他们说的银河是否真的指银河酒店呢? 其实在银河吃过这样的团餐也挺下本的 正常来说这些团 正过去就不会带他们吃什么 荔腺、潮州八落这些贵价的东西了 虽然这位网友没有说到吃什么 我估计应该是适当给澳门通或八达通 订了他们在foodcourt自己买东西 又或者有良心点 就订了他们去八老汇吃街 适当找饭就侧满他们了 吃完之后 就有大约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 因为他们九点之前就必须回到珠海 订车人整天都是去了半个小时的大三巴 和一个小时的银河 其余全程都是买东西买东西买东西 去到珠海那时还跟他们说 啊夜啦!情侣路这个景点就不去啦! 带大家回去酒店休息啦! 那些人听到有酒店住都心想 至少都有酒店住下可以休息一下啦! 谁知道原来就只是去那些中山和珠海交界的地方 某个小镇那些低级宾馆 第二日他和他的朋友就很天真地认为 在澳门都已经买了这么多东西啦! 第二日怎么都可以自由活动啦! 不好意思! 你们第一日是给澳门方面的铺头汤 他说明中山珠海澳门的嘛! 大陆那边都没发市! 怎会这么容易让你们走啊! 所以他们第二日就被人滴到中山 在泰国雨昂、杭州囚段和缅甸翡翠 而他的朋友依然战斗力惊人 又买了一万多元的东西 前前后后两天买了两万多元 根据这位网友的观察 整车人两天合起来大概买了十多二十万的东西 而这位网友也是非常意志坚定 除了买了一支水之外就什么都没买过了! 后来他得出的结论 这个人越是贪小便宜 就越容易被人博猛 就像他朋友那样 正正经经用两万元报一个旅行团 会差得过报这些贴团 欧洲都去到了!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 之前TVB剧集《老表你好事》也曾影射过这一幕 澳门我最有印象 就是当年有一个旅行团 用这些灵团费吸引人 然后逼人购物 最后全车人没买东西 导游一路之下 就叫司机车了整车人 去黑沙那里吹风 后来团友发烂炸 还打个导游 被一个幽班警察阻止了 虽然说被骗的那个被骗徒近混帐 但是这些导游、这些旅行团 就简直是影响澳门旅游城市的形象了 甚至我曾经听过一些导游 他们带客去威尼斯人、永利这些 免费进不去的地方 他们骗团友说要收费 因为大陆的很多景点都需要收费 所以大陆旅客都以为是要付钱 乖乖地批钱出来 之后再次来澳门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这些地方不用钱都可以进去的 才愚梦初醒发现自己被骗了 这样一来一回 都令到旅客对澳门的印象大打折扣了 我都希望旅游业界的人做好自己 正正经经做回正常事 澳门政府都已经很重容你们了 你们还要整臭澳门的党 你们好不好意思啊? 好了,影片就到这里了 各位观众 大家有没有大陆的朋友中过这些伏的呢? 欢迎留言说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